O仔, 張美德 是香港少數的女性平馬人 原本在中文大學修讀哲學碩士的她 為何會對賽馬運動 產生出一份濃厚的興趣呢? 因為懶, 不是說這行懶 而是因為懶得找工作 其實我讀完書畢業, 做過東西 然後再讀書 認識一些做報紙的朋友 然後他們知道我畢業了 問問你有沒有興趣 不如試試做馬經版吧 想請記者 帶你見馬經版的編輯 我說好啊 我正在讀書時 家人, 我爸爸有看跑馬 例如星期六, 當時都會看跑馬 即是六開電視, 看跑馬, 覺得很好看 都有留意 但真的參與自己去看 所以就去到讀大學時 讀大學時, 可能經常不讀書 只顧著跑馬 跑馬其實有很多因素要計算 可能贏一場馬 走位, 馬狀態質素 有很多事情要考慮 那是很複雜的計算 但到來開股時 又能給予刺激的感覺 作為一位平馬人 要放很多心機去處理不同的工作 工作繁忙之餘, 壓力也很大 但要做得更好, 要做得更好 要成功, 我說未成功 我希望, 希望可以成功 而我想… 因素就是要有不屈不撓的精神 不屈就是… 你知道跑馬很多時候都會令你失望 眼光未必一定會好 遇到這種情況, 你就不要冤枉 不要冤枉別人 不要先把這件事 檢討一下自己 譬如, 是否看甚麼圍漏了 是否自己用那套方法 那套計算是不對的 去想想甚麼出路 另外, 不屈不撓 不撓就是你也要對賽馬真的有興趣 就是你不要當這份只是一份工作 我跟著時間表上班 時間表是要上班, 你就上班 不上班, 你就完全不理會 那你就很難投入了 說到投入, 平馬人家豪 同樣是抱著百分百投入和熱誠 來面對工作的 不是我牙策 我是一個做節目做得很稱職的人 不是說貼視給你所有東西 而是一個節目的發揮 因為大家都知道一個節目 有時候可以做這個圈就知道 節目不只是說貼碼, 講碼等等 是關於所有和其他拍檔的融合 以及你去執生, 動腦筋的快 所以我一直都不覺得有甚麼問題 嘉豪今時今日做得這麼好 但原來當初跟賽馬結束 都發生過一段趣事 我遇到一個人, 令到我進入了廣播 做節目的事業 這個人是吳宋 在我做第一間報館的時候 當時我已經做了三四年 我報館的老闆有一天就跟我說 他說我認識一個人 他很迷的, 很熱愛賽馬 他就不在香港, 他是在澳洲 但他就很熱愛的, 他就寫了一些稿 看看能否用得著 我拿了一份稿來看 哇, 那些字很了草 你知道做編輯那些是最怕那些字了草的 最好寫得, 第一樣就是方便我做事 不要撿字粒, 撿錯又要改一大律 我不斷看, 閉了幾眼我就 哎, 老闆不適用了 其實第一個緣份其實在這裡 後來他直接在澳洲回到香港之後 他一直就, 我想跟影視部上 他有些節目住持 還有當時也想找一些新人 他介紹我去馬會視鏡 當然, 當時我就知道 其實我曾經已經殺過他的稿 不可以說殺, 總之沒用到他的稿 吳鬆算是對我很好 因為他不知道當日我扔過他的稿 入行以來, 家豪為工作 不停拼搏, 力求專業 而他所付出的努力 也得到不少行內人的認同 其實我比較難忘的就是黃家豪先生 因為他開始投身港馬事業的時候 其實他有一個馬跪 是困在我們配音房裡面 對著電視機來電視機來電視機 真的說沿途走位是練習了速速一年 他才直接開始做直播 他的勤力和專注, 我是非常佩服的 我覺得無論做哪一個行業 只要你專心、勤力 你一定會有成就 因為我一開始的時候 其實就是去做的時候 是做那些異陽轉播的 但是當然不會讓你貿然坐上去 就是說你去做評述員, 對吧 所以有一段時間 其實就一直在跑馬的時候 其實我就會躲在一個位置那裡 不是躲在, 安排在一個位置 讓我練習的 其實也練習了很久 但是又沒有居馬閉, 什麼都沒有 會不會用你也不知道 但是起碼也試一下 變成又要上班, 又要練習 還有自己平時也要練習 我想有一點點壓力 但是我想尤其是一件事 我自己是挺協償的人 所以這件事其實也克服了很久 才合覆得到 作為一位女性的平馬人 O仔就深深明白到 堅守信念的重要性 香港的平馬人工作 一直以來都由男性主導 有很多, O仔怎樣能夠 成功排中而出呢 要站得住腳 就是在大部分的行家 都是男性之間站得住腳 就是你自己 不要當自己是弱勢社群 你不要那麼介意 我是女生, 我比你吃虧 其實沒有的 又不是用體力去做這件工作 就是女生不會吃虧男性 其實跟一般文職沒什麼分別 那你就不要想著你有樣榜 跑馬就說貼馬受養幾磅 你不會有這種心態, 你照做 投入, 你勤力 做一個文職的工作 你不會輸蝕給男性 作為成功的平馬人 對未來他有什麼展望呢 我曾經有人問過我 假如我一天退休的時候 會不會考慮做這個煉馬士呢 如果做職業的話 我想我不會的 如果業餘的話 我也會嘗試一下 但這件事要關乎自己本身的體力 因為始終現在的年紀也有大 反而如果我退休的時候 我曾經想過我會出一本自傳書 說說我做了這麼多年 這個化平人的心得會怎樣 在賽馬方面跟大家交流知識 我做了這行的角色最大的得著 我覺得是因為我做了這件事之後 我就認識了一位僱人,彪叔 我也經常記住,彪叔會教我 說話真的不要亂說 你要你肯定才說 這件事是他經常不斷提醒我 我想我也盡力去做好這件事 是,能夠在自己熱個圈子裡 成功達為而出,成為當中的專才 絕對是一件難能可貴的事 今集跟大家介紹這三位平馬人 都憑著自己的努力和信念 踏上自己的成功之路 你們開展了你的成功之路沒有? 下集再見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